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Sara回答 No thanks 不用了 I can use chopsticks 哇 我们的Sara好棒哦 她作为一个外国的小朋友 她都能够用筷子 I can use chopsticks 我可以使用一下筷子 那我们再看到 餐桌的这一边 小动物们也在一起吃东西 他们在说些什么呢 哇 他们拿着饮料 举着杯子说着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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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这个单词应该非常的熟悉吧 Cheers 就是我们的干杯 Cheers Help yourself 这一句话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 嗯 吃得愉快 用餐愉快 Help yourself 让我们看到这些对话 我们看到这些对话 大家都要记住 我们本课的关键句型 What would you like or would you like blah blah 回答是 I'd like some blah blah OK 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小练习吧 Let's check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 我们一起来做判断题了 Listen and take 我们需要在正确的答案下 打勾 看这里有很多的框框 那么在这里呢 Rocky会逐到一些对话 那么你要选择你所听到的正确答案 和我们书本当中的哪一幅图相匹配呢 你就要选择那个正确的答案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第一组都有一些什么呀 有一锅汤 Soup和蔬菜 Vegetables 那么在这里呢 也有蔬菜和鱼 那么就是Vegetable and Fish 第二组图片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有勺子 Spoon和筷子 Chopsticks 这里呢 是Noodles and Beef 这里还有蔬菜水果 这里还有水果 Fruits 和冰淇淋 Ice cream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听对话了 我们听到第一组对话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inner I'd like some soup and vegetables 我们再看到第二组啦 Pass me the chopsticks Please Pass me the chopsticks Please 第三组 Number 3 Would you like some noodles for dinner Would you like some noodles for dinner Yes please 我们再看到最后一组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ike some fruits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ike some fruits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答案第一组 我们的对话还记得吗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inner I'd like some soup and vegetables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Soup and vegetables 我们再看到第二组 我们的句子是 Pass me the chopsticks Please Pass me the chopsticks Please 请递给我 筷子 Chopsticks 递给我 Pass me 我们再看到第三组 Would you like some noodles for dinner Would you like some noodles for dinner 你在晚餐想要吃一点面条吗 所以我们这里是noodles 最后一组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ike some fruits 我想要一些水果 我们的水果用的是附数 Fruits 所以是这里很多的水果 那么大家选择正确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答案 我们再到下面一题 Look and match 我们需要看 and match Match是配对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单词 以及很多的图片 我们的单词都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 有beef beef vegetables vegetables soup soup chicken chicken noo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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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owl a bowl a bowl a knife a knife a fork a fork a fork a spoon a spoon chopsticks chopsticks wow 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图中也有相应的物品 那么现在啊 请看这里每一个单词前面都有一个数字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字啊 标到我们的图中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 这是什么呢 嗯 我们图中画的是noodles 那么我们的noodles number yes is number five 是五号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写上数字五 那么继续来看 这是什么呢 soup 是我们的tang 那么what's the number of soup yes is number three 是我们的三号 我们再看到这里 what's this yes this is beef so beef is number one 我们的beef是一号 number one 再到这里 是一只鸡 鸡这个单词 大家还记得吗 chicken chicken so chicken is number four so we write four here 我们把四写在这儿 带到这里是什么了呢 是不是一双筷子 so chopsticks chopsticks is number ten good 我们在这里写上十 带到这里是一个蓝色的碗 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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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umber six good 我们再到这里是 殊菜 sara 那么我们的殊菜是什么呢 vegetable vegetable is here and is number two now what's this it's a spoon so spoon is number nine nine here is a f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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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叉子 fork is number eight eight 我们就把花写在这儿 最后一个啦 是一把刀 那么这个刀 knife 在哪儿呢 knife is here and it's number seven 是我们的七号 那么我们就把图中 所有的食物和物品 配对上了这些数字相应的单词 大家做对了吗 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breakfast 大家还会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你的早餐 breakfast 想吃些什么呢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breakfast 早餐 早餐大家想吃什么呀 大家平时的早餐会吃到 会有面条 会有鸡蛋 会有牛奶 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wow here is noodles noodles 会有面条 那么在湖南 我们经常吃到的是米粉 对不对 或者米粉 或者是面条 还有鸡蛋 so I'd like 我们可以回答 I'd like some noodles 我想吃一些面条 and eggs eggs 和鸡蛋 那么这是我们在中国 经常吃到的一些早餐 我们早餐还有什么呢 会有包子 馒头 还有粥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在国外 的小朋友们早餐 都会吃些什么呢 嗯 他们西方国家 一般吃的都是面包啊 牛奶这些 当然我们在今天 也会经常吃到这些 I'd like some bread and milk 那么在中西方的早餐 就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的选择就非常多 而在国外呢 他们几乎很单一 就是吃的牛奶和面包 他们还会用牛奶 泡着那种麦片的东西 就非常的单一 而我们的选择就非常的丰富了 有各式各样的早餐 我们北方和南方也会有不同的食物 那么除了我们的早餐 中西方有差别 我们看看中餐会有什么差别呢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Lunch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午餐 你的午餐想吃什么呢 哇哦 我们的午餐会吃到我们的主食 有米饭 Rice and fish 我们可以炒很多不同的菜 对不对 我们可以有主食搭配着几盘不同的菜肴 那么我们可以说 I'd like rice and fish 我想吃米饭和鱼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不同的菜 我们还可以吃肉类 我们还可以吃蔬菜 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可以供选择 在国外的小朋友们 午餐大部分都吃些什么呢 他们的食物同样也非常的单一 嗯 经常是三明治 和热狗 经常就是这样的 还是以面包为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说 I'd like sandwich and hot dog 我们平时会觉得吃这种东西很新鲜 可是让你天天吃也会吃腻啊 那个时候在国外我们看到 我会看到那些小朋友们 他们中午餐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有些同学会在学校里吃饭 他们就是自己带 用一个塑料袋 包着一个两片面包 夹着一些西红柿 夹一些火腿 然后再拿一瓶小饮料 然后再一袋小零食 这就是他们午餐 我总觉得那样吃不饱 可是他们每天都是吃着这样的东西 sandwich and hot dog 而我们的午餐 食堂当中会不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菜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那么到了晚餐 我们会吃什么呢 晚餐这个单词 也可以用dinner 那么晚餐 我们的晚餐是不是很丰盛啊 我们忙碌一天 晚餐可以吃很多东西啦 我们可以有饺子 还可以有汤 那么我们饺子这个单词 饺子也是我们中国的北方经常吃到的一种食物 那么soup 那么不论是南方北方 大家都会喜欢喝汤 而且觉得喝汤啊 非常的营养 非常的健康 我们有 dumplings dumplings and soup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句子 I'd like dumplings and soup 我喜欢吃饺子和汤 那么我们看到饺子属于面食 在中国我们的面食也是非常的丰富 有不仅有饺子 包子 馒头 花卷 烧卖 有各种啊 那么西方国家呢 因为他们早餐和中餐都吃得非常的简单而单调 他们一般在晚餐的时候啊 就会吃得非常的丰盛 当然啦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牛排 beef and pizza 会吃到 比如说像牛排啊 pizza饼啊 他们也会吃到意大利面这样的东西 晚餐相对而言会吃得多一些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牛排和pizza 我们要怎么回答呀 I'd like beef and pizza I'd like beef and pizza 那么他们在晚饭之后啊 还会有饭后甜点 当然一般就是冰淇淋啊 和一些蛋糕啊 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到中西方的食物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差别在于他们的食物啊 都较为单调 但是呢 又非常的 也非常的营养 但是容易发胖 但是我们中餐呢 可能更加的荤素 搭配更加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选择饮食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到 嗯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我喜不喜欢吃 还要考虑到营养 也要多吃一些蔬菜 多喝汤 不能光吃肉 荤素搭配要适当 这就是我们不同的饮食 大家记住了这些句子吗 嗯 我们问不同的早餐 中餐 晚餐 我们的单词是 breakfast lunch and supper 这就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不同的 早餐 中餐 晚餐的饮食了 那么今天 我们所有的内容 也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拜拜 拜拜